院长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国会殿堂 告诉国人实施上路的时间会落在哪里 大家非常急切的需要知道 对 我们也知道国人同胞的急切 我们也知道事关重大 我们也知道院长讲话说到说到 所以我会在6月2号完整报告 为什么在国会殿堂不愿意说明 我想这一点藐视国会予以谴责 请教院长我们振兴卷的发放 目前规划的方向是如何 我们就以豪领好用好刺激这个原则 正规划中在下礼拜6月2号会向国人同胞做报告 所以豪领好用好刺激这是一个大原则 那实际到底金额多少怎么发放 是不是请院长先跟国人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在6月2号我会跟国人同胞完整的说明 而目前因为都在规划盘整中 在没有定案前的报告 恐怕不完整也还没有确定 民众不在乎他叫什么名称 coupon券抵用券消费券现金券 民众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好用 可以赶快拿到去消费 但是现在所有 龚政委现在对外讲的都不是民众期待 归根究底 从春天规划到现在夏天 大家民众期待从疫情严峻到疫情趋缓 到百叶带新到人民嗷嗷逮捕 就是等不到一个确定的方案 所以为什么会被骂翻 因为到现在目前此时此刻 国会殿堂行政院不愿意告诉大家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六月份 就开始我们的振兴措施 六月二号会报告 那院长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国会殿堂 告诉国人实施上路的时间 会落在哪里 大家非常急切的需要知道 对 我们也知道国任同胞的急切 我们也知道事关重大 我们也知道院长讲话说到说到 所以我会在六月二号完整报告 院长我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 是因为你期待错误 不 是大家非常期待政府要有一个很确定的方案 因为是下星期二 院长你记者会要宣布 到现在在国会殿堂施政报告的时候 这么重要的振兴措施 为什么不在这边清楚的告诉国人 我们是代表人民在这边来问院长 因为你的官员都可以上广播节目 龚明星政委大大的讲 振兴券的方向 花一千换三千振兴券 这样的方向都敢讲 到底要不要绑定行动支付 包括有没有实体券 都可以透过媒体放话跟大家讲 为什么在国会殿堂不愿意说明 我想这一点藐视国会予以谴责 第二 这个委员你这样谴责非常不当 这样的政委 龚政委可以上媒体 包括昨天经济部官员 也可以对媒体放话 说不排除发现金 现在到底确定的方案是什么 只敢对媒体放话 测风向 一改再改 民众期待的是确定的版本 到现在不说清楚 下星期二就要公布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不是民意 很负责 拗乎规划 沉着 而且一改再改 招新立改的政府 我想这一点显示出来 是傲慢的行政院 不是这样 是这样 我说是傲慢的行政院 这是一个问题的 您正在看 这一件事 我说是傲慢的行政院 是傲慢的行政院 是傲慢的行政院